又到了万里蟹产季 很多老饕会冲着肥美秋蟹而来 在万里渔港附近的这家铁皮屋餐厅 没有地质门牌 自家就有补蟹船 卖的就是最新鲜的海味 清真山点蟹鲜美肉多 避风糖炒蟹超级够味 洋葱蛋可味则是咸香四溢 重点是完全没有把螃蟹的鲜甜抢走 老板还自创了金沙中卷 软Q帅脆 油条鲜柯也是大力饱满 CP值超高 车辆大排长龙 高客一路冲往新北市万里 因为一年一度的万里蟹季 已经开跑 这家位在公路边的铁皮屋 没有门牌 高挂着的是万里蟹三个字 就是它的金字招牌 好 几位 这边点哦 我们人来 全天来吃这个 对 全天来吃螃蟹 这家好吃 我们每次都来这家吃了 很好吃啊 很鲜甜 好吃 很新鲜 赞啰 算蛮常来的 对 每年年底都会来 它的螃蟹很新鲜 然后品质很好 对 然后价格也不会太贵 我们今天点的是沙姆 那个是很多那个蛋 对 很多蛋的 老韬们自然不绝口 从四面八方而来 都是为了这些美味的万里蟹 清蒸吃到原味 海味超鲜甜 避风糖做法炒出辣净咸香 洋葱蛋 糖汁浓郁 饱满蟹肉沾着吃是超对味 多重料理的方法 让万里蟹华丽变身 幕后的推手就是老板曾慧中 煮起万里蟹 就如同他的个性一样 干净利落 它炸多久了 炸到它熟 这是客人比较重口味才点这一个 只要客人九个都原味比较多了 大火热油逼出螃蟹的色香味 光用看的就让人心沸腾 炸好的螃蟹用特制的调味 蒜丝拌匀 一道充满海味香气的避风糖炒蟹 就完成了 层层堆叠出视觉 给予威蕾抄够味的享受 像这个尺寸还是在半斤左右 这个就在十两以上 看它的壳的大小 像这样子你这样按 你就差不多知道是有没有肉 我是都这样教个人 他这样剪出去 然后这样再剪一片 然后剪刀由这里翻过去 所以我们会筛选 在我们这里吃你安心 有到每年都包到的是不是 有的每个礼拜的 一百多吃 这是什么啊 对 整桌都是螃蟹 我们是不是蒸到都快昏倒了 清蒸原味的熊赞 饱满蟹肉扎实新鲜 蟹嚼大汁 什么调味都不佳 只尝到大海的味道 而能保持万里蟹这么新鲜 因为曾惠中买的螃蟹 全是自家螃蟹船捕捞 在港口山巡大小后 直送店内 但所谓看天吃饭 想要游手轻的外里蟹吃 客人也是要烘运气 而补蟹船回来的时间不定 有时甚至是晚上下着大雨 也得要确保螃蟹的安全 平均量都够比较多 但是不够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 进来就有了 只是它量抓得不够 它就不回来 一边放一边收 一边放螃蟹 让它进籠子一边收 现在有限量那个 没有超过八公分不能抓 还有抱卵不能抓 你如果要吃花蟹 要在六七月的时间 那时候是最磨满的时间 然后你会吃三点 就是九月过后 然后十月就是两个都吃 对 那你从小就在那边长大 对啊 那你不是我们小旧的房 不然你这个旁边可以吃吗 那时候 以前这个根本就不稀罕 我们这里是海鲜不稀奇 因为我们是从小吃到大的 万里蟹的煮法很多种 每一种都各有支持者 洋葱蛋螃蟹 清淡俊永中不失调味的美好 曾惠中把炒料和螃蟹分开处理 不抢螃蟹的海味 和锅气十足的炒料结合 香气大爆发 蟹肉以持销魂 再忘记整整是三个月 都没有休息 就专程来这边吃 蟹肉很多很多 山顶或花蟹都不错 很好吃 对 很新鲜 对 然后料理的蛮好的 有的时候要大支 我会跟他讲说 不要说螃蟹要大支 螃蟹要有肉 我会帮他选 如果筛选 如果说其中有一支没有肉 我还还哪一支 我就觉得做吃的这一块 就是良心看 就是你又没有良心 然后你觉得你要赚多还是赚少 还是一般般就好了 就随便给人家决定 因为你如果计量的 我看我 我们这个又没装潢 然后没客人 以两计价 真材实料不占客人便宜 而能毅力20年 当然不是只靠万里屑一样 拿手料理还多着呢 这个来的时候是整支 整支好的 他们不是在外面杀吗 抓套丢有抓套丢 海钓有海钓船 所以这个回来也是很多 对不对 你是回来 对 我们先原本就有一摊在卖 我弟在卖万里屑 我是持有主而已 后来他没有卖 我就接手 因为切菜什么 我原本就会了 我就是学什么炒 怎么放酱料 鱼船上先冻的中卷 每天早上要先切成片状 曾惠中把它料理成为金沙中卷 是店里的招牌料理 好称一吃就会上瘀 然后等油热的时候 有没有 一个一个吗 对 我有看 我们是属于分量比较大的 我才还活久了 一下下而已 几分钟而已 像这样子就起来了 好漂亮 快速把咸淡黄翻炒后 加入炸好的中卷 接下来动作也是一扭 都不能慢下来 因为温度太高会影响色泽 炸到蓬蓬的中卷 每一片都超大块 外酥内嫩 口切弹牙 面衣吃起来咸中带甜 薄薄的完全不抢戏 在每一道菜里 都看得出这老板对客人的豪卖 像是选用冬食不带的鲜柯 做的油条鲜柯 超大的鲜柯 超大的鲜柯 油条炸过 然后鲜柯用炒的 因为现在的人他不吃重口味 饱满的鲜柯在酥脆的油条上 不好铺满 饱姜甜 和油条一起吃 它自口感中吃得到软嫩 层次特别丰富 而鲜鱼汤更是用当天现捞的 海鱼来做 招牌口味是味噌汤头 浓香干口 里面的豆腐 鱼块是越滚越好吃 店里的料理标榜就是新鲜 加上好厨艺 难怪每到旺季就是车流不断 本来是在台北卖衣服的曾惠中 服饰店收掉后回到故乡万里 在自家的铁皮屋卖起快炒便餐 因为店面就在主干道旁边 一开张生意就很好 十年前却因为捐圣给弟弟 休息了整整五年 弟弟身体不好 然后我就给他一颗瘦 我也决定要退休了 不想再做 不用做这个吃得太劳累了 后来他就叫我说 再带他儿子出来做 然后又答应他又做完了 我开五次大刀 应该是这一次最勇敢的 可能是要给弟弟吧 他是在医院是昆迷的 然后我就自己去比对了 我也没经过他同意 但他起来之后知道 是不是给他是不是很感动 应该吧 就你们比较不会讲这些 不会 因为这乡下人 讲话不会很恶心 像要说自己个性跟男人一样 其实曾惠中也有着一颗细腻的心 他忙碌于每个细节 就是兼职把最新甜的美味 带给客人 应该是跟别的地方吃起来不一样 很多客人讲 因为要由客人来讲不要做 由我来讲我一定都做好了 我唯一赢家就是仙女 既然那么远来到这里 就要吃到爽了 海派的老板娘让海味更加有滋有味 每年就等这个时节 舌尖满足可以储存整个秋天 台湾人很爱吃海鲜 也特别喜欢螃蟹的雄气美味 在新加坡他们把螃蟹料理 煎的煮的炒的炸的发挥到了极致 还变化出了上百种的口味 像是辣椒蟹 胡椒蟹 金沙蟹 甚至是花雕蟹等等 其中刚刚提到的辣椒蟹 被誉为是在新加坡的国宝 而现在这个国宝籍的美味 我们就带您飞一趟新加坡 去看看这位老板 他的名字叫做黄建明 原本是在当地一间 科技公司的软体工程师 曾经他赔了上千万元 但是他没有放弃 现在他卖到上市了 还变成了螃蟹大王 花雕蟹 辣椒蟹 金沙蟹 胡椒蟹 俨然就是螃蟹界四大天王 严选每只超过八百公克的大沙公 监竹吵杂出绝顶蟹味 其中最领先主演的 就是这红红火火 被誉为新加坡国宝的辣椒蟹 这个辣椒螃蟹是最赞的 新加坡最有名吗 对啊 新加坡最有名 想到吃螃蟹就来这里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 在新加坡 这是我第一次吃 我感觉到 其实这个很棒 这个也很辣 波奇大熬完整鲜美 通通通的酱汁 不只有辣椒的香辣 还有番茄的鲜甜 用炸馒头沾着吃 更是内行吃法 天地地好啦 沾馒头稍稍沾着吃 无得定啊 这像味气甜是不是 甜度刚刚好 咸度刚刚好 辣度也是刚刚好 也有些蛋白 所以它吃得很爽 口感很好 而且要配馒头吃 馒头有那个汁沾起来 一起吃的时候就很好吃 摆遍螃蟹料理 好吃的秘诀 首先一定要够漆 块头够大汁 啃起来才过瘾 螃蟹要看它有没有肉 首先你看它这个 这个茜子 你看这个茜子 全部都是很粗糙的 然后它牙齿也磨得很平 没有起状的 所以代表这个螃蟹是吃了很多东西 长漏了很切实 超有肉的大沙公 成就了这道美桌必点的香辣好蟹 大厨阿元师透露 以番茄酱和鸡汤作为基底 口感滑顺不呛 最关键的秘方 融合了美人椒 朝天椒 香茅 蒜头 小洋葱等 九种辛香料 炒成这道秘制辣椒酱 用了多久 你这秘方多少年了 33年了 都没有人知道 我知道 我是人 炒香的酱汁七滋八味超和谐 勾芡时下鸡蛋 打出如同滑蛋般的淡花和淡香 完整包覆肥美大沙公 炒这个辣椒蟹的结效 当然就是要生焖 时间要到 因为如果我们是用剁油炸了 再来焖 它时间不够长 你在吃的时候 它的螃蟹肉很容易粘壳 就吃了没有那么过瘾 重口味不可不吃的 还有这道胡椒蟹 呛辣的黑胡椒 融入蟹壳里的每一寸蟹肉 大口咬下 保证手指也要顺到过瘾 非常好 非常新鲜 然后它的口感很辣 很呛 所以吃得很爽 享受这个食物 这个蟹肉 很棒 我喜欢 阿芸师同样先把黑胡椒炒香 抓准timing 让大沙公下锅 闷到收干 因为它的水分很多 所以说一定要这个十二分钟 才有办法把它的汁给收干 然后螃蟹就刚好熟 然后那些味道全部都会吸入 十二分钟是什么 三十三年的经验 翻炒再翻炒 让黑胡椒爬满红螃蟹 成就这道生猛呛辣风味 液体状的东西 水分把它变成一种粘粘的粘稠 粘稠的酱汁 这样就能够裹住螃蟹嘛 要有点就是要用很慢的动作 你又不可以太快 太快你又裹不到螃蟹 你要很慢的工作 就是它周边的那些酱汁 你要很慢的工作慢慢翻炒它 黄澄澄的金沙蟹 也是点单率超高 首先得把大沙公下锅油炸 取咖喱叶的香 炒天焦的辣 炒到咸鸭蛋黄气泡 精华就在这里 咸鸭蛋本身是咸嘛 可以说我们味精什么我们都不加 只是加了少许的这个成本来综合它 炸好的螃蟹在咸蛋黄里吸蓬蓬 均匀裹住蟹身 香浓咸甜的滋味 让人越吃越发脆 我超爱吃咸蛋的 所以这个金沙螃蟹超好吃 因为有那些甜跟咸的味道 都会带出那个螃蟹的鲜甜味 你是哪里人 我是新加坡人 所以你觉得这算是你朋友来 你都一定带他去吃的 对 这里一定要带他们来吃螃蟹 这边算是我们最喜欢的海鲜坊 就5分之5 5分满新楼 老饕私房菜还有清蒸花雕蟹 淋上黄酒血寒 底下秤的蛋白也有与众不同的妙方 很久以前我们是用纯蛋白 然后现在我们改成豆浆加蛋白 它吃下去的口感会比较鲜嫩 因为如果纯蛋白会比较结实 不需多余调味 花雕酒香就能提出蟹肉本身的细腻鲜甜 成了一道小清新 这个真的很好吃 因为它的花雕的味道很浓 我喜欢酒的味道 所以它的蟹也是很鲜甜 对 蓝蟹 你可以一口气吃掉多少 我可以吃掉五只 因为这个蟹真的是太好吃了 它的肉质很好 所以我喜欢点 就吃得到那个自然的蟹的香甜味 所以经常会点这道菜来这里的时候 算是你自己私房推荐 对 阿元师料理螃蟹的功夫高明精湛 凡事轻微轻微的老板黄建明 更是把辣椒蟹 成为新加坡代名词的重要推手 我们的螃蟹去少都要800克的螃蟹 当然一般上都是一公斤或者以上的 像这只 这只有一点五公斤 这只有一点五公斤 这个危险 它这个很有力 这个你要懂得怎么抓 哪有时这个绳子松了 我们都会绑 今天已经变成螃蟹大人了 是啊 所以我走路是这样走的 一九九三年入行的黄建明 二十六年来天天与谢同行 其实黄建明出身平凡家庭 一家五口靠父亲开计程车为生 后来父亲顶下了生意清淡的海鲜餐厅 而黄建明则是成了软体工程师 身为长子的他下班还得回家帮忙 顾前厂端盘子 每天工作18小时 随着父亲年纪大了 义无反顾辞职接棒 我也是过关那个朝九晚五的那种生活 就是很平淡很规律的一种生活 我想出来闯闯一下 其实最不能适应的就是 需要跟很多人打交道 对吧 人际 关系你要懂得怎么搞 那我们在做工程师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考虑这样多东西 所以工程就是一种数学 物理 化学都有一定的定律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不过你 当你跟人接触的时候 有时对未必是对 有时错未必是错 黄建明每天要面对的 从冷冰冰的电脑 到热乎乎的厨房 初期五年 营运不稳 但他咬牙苦撑 你选择了就坚持吧 因为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因为我从事电子 不是 软件工程 五年下来 整个软件工程的这个科技 已经转变得很厉害了 我再回不了了 所以我只能就是说 坚持就是继续走下去 敢冲的年轻人急着扩张 还到印尼开了两家分店 由最信任的阿元师上前线 然而错过市场 还碰上了排华暴动 不到两年收光 几千万的投资付诸流水 黄建民与阿元师 痛定思痛 回到新加坡 重振旗鼓 展现bromance 我们华人都不会 讲太过感性的话 尤其是男人 对不对 只要心照 就我挺你 就好了 就够了 既取印尼失败的惨痛教训 由阿元师研发新菜 理工出现的黄建民 则是把做菜的食材 油温 步骤 全部科学化 像是这道摩卡排骨 就很有学问 炸好的肋排加入特调的摩卡酱 带有咖啡的苦 和巧克力的甜 成途又香 充满浓浓南洋风味 摩卡排骨 我们每次来都是必点的 它真的很特别 这个肉质很好 这个肉本身质量做很好 然后吃起来很厨艺 很有糟头 然后外面有点crispy 然后甜甜的 真的很好吃 我本身还蛮喜欢喝咖啡的 所以感觉上就是天衣无缝吧 我就这样讲 就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 味道都结合得很好 花了十年重新招本马步 把在海岸边大胆螃蟹海鲜 变成新加坡的一种风景 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 跟我们说 我们很高兴有这样的餐饮 把新加坡的这个文化 带到世界各地 很为你们高兴 很为你们骄傲 所以听到这些 就已经很感动了 所以这些年来的辛苦 都化成乌有了 不辛苦 如今黄建民的餐厅 欲卖两顿螃蟹 卖到盛市 还被新加坡旅游局 推荐为十大海鲜之首 从工程师到螃蟹大王 黄建民一路走来 始终不忘初心 感恩常乐 忘恩常恨 所谓感恩就是说 凡事看好的一方面 对不对 那就算有人害了你 你要感恩他 因为你上了一课 只要持着这样的心态 你永远是不会失败的 台中市西区有一间 常存在巷弄里面的独栋老宅餐厅 窗花和围栏相当复古 环境幽静 是在地人 美味的口袋名单 招牌的砂锅粥呢 是用生米慢火炖煮至少三十分钟 再加花生酱提香 粥吃起来很鲜甜又滑顺 口感绵密 五谷土鸡粥 鸡肉软嫩又带点Q度 红旋粥则是客人献点献捞 海鲜的鲜甜融入在粥裡面 搭配店内的热炒非常对味 让很多人不远千里 特立而来 原本从事贸易将近三十年的 王靖雯 为何会选择中年转业 一起來看看他的故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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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座号给2210好不好 两位 他的粥就是 吃起来会特别温润 跟外面的粥不大一样 而且他是用砂锅去保温 阿俊 你有没有土鸡 土鸡给我一下 炒虾有没有 炒虾 很好吃 因为第一次点海鲜的 之前都点乌骨土鸡 海鲜的也很好吃 你好 不好意思帮你上个粥 先来 好 小心他喔 慢用 这间藏身在台中市巷弄里的 六十年独栋老洋房 环境幽静复古 走过路过都会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 用餐时间一味难求 招牌的砂锅中煮出私房菜 总是吸引许多套客来尝鲜 这个环境非常好 老屋去重新装潢的话 就很有那个氛围在 有一种清香 对 包括你吃完之后 你会觉得有点口齿的 有这样的感觉 不会太过油腻 也不会太过的 有那个重险的口味 着重在健康啊 有机的年轻族群里面 我觉得是个好选择 氛围很舒服 然后它的东西很新鲜 然后虾子很好吃很甜 对 然后呼呼鸡就很嫩 那我觉得很像家里很温暖的感觉 砂锅的特性是说 你今天煮一个砂锅做出来 刚开始吃是会比较稀的 可是因为它把温效果完之后 它会把汤汁会把它吸收完毕 对 会比较 汤汁会变少 有些客人我会建议说 你先拿到的时候 你可以先喝的汤汁 如果你想要喝比较浓稠的部分 你可以先放个五分钟 它就慢慢会缩汁了 砂锅粥的精髓在于 用鲜美高汤将生米煮成粥 搭配现捞的红蟹 鲜虾 要费时三十分钟以上熬煮 粥吃起来滑顺 口感绵密 汤头鲜美回甘 而煮砂锅粥的第一步 关键在于米的挑选 我们的米的选择部分 是选关山地区的皇帝米 它的特性的话是说 它久煮的比较不会烂 而且比较容易释放米浆 蛮适合煮粥的 它的价格上比市面上的价格 贵大概一至两倍 那我们宁可选 比较好的品质给客人 它的米的存放 只有四个月到六个月 那今天我们选择新米部分 王静雯说煮砂锅粥看起来简单 细节却相当讲究 不能煮太过于稀 太稀就没有米粒的感觉 太浓稠就像吃饭 所以要煮到米浓于水 水浓于米 过程当中要不停地搅拌 最难掌控的是火候 全凭经验判断 一锅煮下来大概要25分到30分钟 对 一直搅拌 在煮的过程中 还在继续加高汤 那温度再往下降 然后一直煮 煮到白米基本上有半开 这高汤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会有加洋葱 然后白萝卜 红萝卜 还有一些水果系列的部分 去做熬煮 因为砂锅具有保温的特性 熬出来的粥会更加的香 而且口感佳 营养价值保留得更多 我们的砂锅部分的特性是 里面会有上釉 外面是没有上釉的 这是最传统的大陆一个 煮砂锅粥的一个容器 这部分在台湾目前 是我还没有找得到的 然后它的 因为它的特性部分 会造成说它保温效果很好 对 然后但是有一个缺点说 它的损坏率很高 大概一个锅煮下来 大概不到一个月 可能就会破损掉了 虽然砂锅的损耗 需要付出较多的成本 王静雯还是有着他龟毛的坚持 但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原本是念气管的他 对餐饮可是门外汉 部分家族的话就是在 宏大师自己本身自有工业区 对 然后基本上是属于免税工业区 对 然后因为家族在那边投资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可能 就是跟着家族的方式 就是进去那边工作这样 基本上我们是以成衣为主 对 外销部分就是外销于美国 为了选以致用 王静雯当完兵之后 独自一个人离开台湾到宏都拉斯 跟着亲戚做纺织方面的生意 喜欢追求挑战的他 甚至也跟着朋友 做起墨西哥矿业的贸易生意 我朋友说 因为他们在墨西哥那边 是属于开始做 我们讲说做矿业 这一块就对我来讲得更陌生了 然后他的认识是说 没有关系 因为你会讲西八文 然后基本上 我们在那边做的是属于 也是属于贸易 国际贸易 对 所以他说 建议我可以去学 这一待就是十几年的时间 但不管离开家多远 王静雯的心中 始终有着一份牵挂 想家的念头 不时在心中浮现 父母都在七十几岁 然后年纪大了 牙齿当然会不好 对 然后在咀嚼上 当然会比较不方便 因为父母部分 他们有去到大陆去 有吃到这个东西 他们也蛮喜欢吃的 为了弥补这些年 没有陪伴在父母身边的时光 六年前王静雯决定开一阶 以砂锅粥为主的私房菜餐厅 你当初怎么想要选用老宅 来当做你们餐厅 因为我现在目前 在台东市的老房子 越来越少了 对 刚好有一个机缘下 因为阿姨她有这栋房子 对 然后我想说把这个房子 整理过又户外区 让她感觉 一个不同的一个用餐环境 这是我们这样以前的一个窗户 闷的话也是这样的 而且这种配件 目前来讲也很难找 墙壁的厚度 至少比现在多大二至三倍 所以它特别的兼顾 铁窗部分就是原本 他们老房子原本在建的时候 就已经附上去的一个 一个铁键 铁门的部分 它不像我们 现在目前有所谓的门锁 就是所谓钥匙开门 它是从里面这边开的 把老宅改建成餐厅 除了可以品尝美食 还多了一份人情味 但万事起头难 更别说王静雯之前 是从来没有进过厨房 不管是我爸我妈他们的家族 属于大家族 所以基本上我们男生 是不进厨房的 所以在我自己的家里面 我在二十几岁前 我是自己不下厨 而且我也不会去洗碗的 不过那些年 在中美洲的日子 让他学会了独立 甚至喜爱美食的他 也会动手做餐点 所以王静雯决定 要开餐厅的那一刻起 任何事都轻力轻为 也特别的要求新鲜原味 香海鲜他就坚持客人点了 才现捞处理 红巡的部分 我们是选择大概四到五粮左右 对 因为红巡的部分 是比较滋补的 只要有来 只要活动不好的或死亡 你就全部淘汰掉 所以我们采取就是客人现点 我们就现抓 然后现杀的部分 这样保持它的新鲜程度这样 红巡的话 它的龙毛部分 会比较偏长一点 对 那处女巡它是偏短的 刚开始在做 在雪的时候 一直在试 大概也是试了 大概两三个月这样 在控制米的一个软硬程度 还有所谓的 让它控制它的水量 比较容易烧焦 都是属于到后期 因为煮到一个阶段 它比较浓稠的时候 比较容易会烧焦 最后还要加入花生酱提味 更是画龙点睛 粥蛮特别的 然后分量也很多 新鲜 然后很入味 今天我们点那个蟹腿粥 吃起来还蛮新鲜的 我觉得它的户外环境也蛮好的 然后搭配后面的这个骨袋 所以特别有感觉 超人气的红巡粥 蟹黄蟹膏都化在粥品内 一口鲜甜的红巡 一口充满花生香气的砂锅粥 真是人间美味 五股土鸡粥 鸡肉已经被炖煮得很好咀嚼 而且没有半点干柴 砂锅粥搭配主厨私房菜 也非常的对味 它是有炸过的蒜头 然后咸蛋跟皮蛋 然后再爆香 招牌的金银蛋丝瓜 是广东菜的做法 将蒜头 咸蛋 皮蛋一起炒过 炒出香味之后要加入高汤 把丝瓜闷到熟透 吃起来丝瓜鲜甜 口感丰富多层次 炒一下冲麻辣椒 把它的香味炒出来 这是我们早上好煮 好煮的 春味麻辣水煮鱼 自制爽口的香辣汤汁 咸香开胃 滑嫩细致的鱼肉更显香甜 手工玉香鸭 外皮炸到金黄酥脆 里面则是松软的芋泥 跟鸭肉的香味 也是独特的私房菜 这些年餐厅渐渐地做出口碑 也培养出许多老客人 但好景不长 采访了几个月前 老天爷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 在几个月前 诊断出有所谓的那个 胰臟癌 对 然后可是因为 它的位置上比较特殊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去 所谓的确诊 礼拜六送急诊之后 礼拜一就过世了 人生总有太多的无常 王静雯说 爸爸临走前的三个月 全家人把握最后相聚的时光 带他到处走走看看 也带他到处品尝美食 虽然不舍 但还是得学着放下 前期我们在忙工作 然后后期的部分 我们已经有时间 可以陪伴他 可是时间真的不多 因为知道这个消息上 真的是太快 当时为了去 让他吃这个东西 我才去学这个东西 然后变成出一个遗憾 说可能他以后 也吃不到这个东西 对 那我只能把说 我们所学会的 知道的美食 带给其他消费者 王静雯把心念转换成动力 砂锅粥里除了有美味 还有浓得化不开的爱 被选为神明代言人 会是怎么样的精彩人生呢 对于TK的简胜峰来说 就像是经过了好几次的生死轮回 在金山开餐厅的他 最擅长的就是料理万里谢了 清蒸 烟熏 桂花螃蟹 只要他一出手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好料 本来以为任命的做着生意 总有一天可以出头天 却在十年前 被周昌也选为代言人 抵抗天命的结果 让简胜峰遭遇人生三大关卡 甚至还得到了脑膜炎 差一点连命都没了 他转念服务替人消灾 也帮自己结膳缘 每天在厨房里面 脑袋中都是想着 要怎么样变化菜色 万里蟹从简胜峰这里开始 有了不一样的新风味 其实万里蟹 每一趟都有 所以今天要算发红手吗 对... 我等会来我这儿 其实是要来我这儿 鲜甜好吃 又大汁 这么大汁 这一家的口味特别好 而且比较新鲜 有的外面的话 不像这么新鲜的 很Q啊 很甜 这有钱啊 这个是最重的 不用关键吃起来 这几床中央PKC 两个香蟹 青青菇 我这儿荷菜两千菇 你吃得爽快 客人挂波井的美味 出自简胜峰 这位最有个性的万里蟹老板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 吃万里蟹不用赶时间 从中秋可以吃到过年 而且是越晚越美 这都现鲜 现鰭 这些鱼都近过 都没跟你逃亂 那些客人要吃放心 三点啊 这些肉质 每人吃的 这些肉质 肉质也不错吃 那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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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外面比较多 那外面比较多 两个都好吃 这海水的 这个 麦苔 切糕 跟那个 鱼 甜度还不会流失 这些肉质 这烟熏的 这些烟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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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质也不太难做 简胜峰的独家拿手菜 烟熏螃蟹 焦香的海味 特殊口感成了正殿之宝 这些烟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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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糕的姿态 有些傲娇 烟熬中 纸缭绕着 友人鲜甜 来这里 除了烟熏 清蒸 还有一道 内行人必点的 桂花螃蟹 这一定要吃 我的菜 不容易 但是桂花一定要吃 更香 在油锅里沸腾的三点蟹 像花朵般盛开 简胜峰揭开桂花蟹 好吃的秘诀 那些鸡菇 那些像花蟹 叫做桂花 原来桂花指的就是鸡蛋 把鸡蛋打入锅里 炒香炒浓 俨然像个艺术品 外出内容 家庭给你炒外出内容 不错来我家 我家来吃 那一道也不是一道店 那有像桂花吗 不是真的桂花 在秋莉农的时分 道理不觉得突兀 从抓蟹到料理一手包拌 排夜十七八年 简胜封烤万里线 累积不少忠实客户 因为它的东西就是实在 这特地有肉 没有肉 特地会败你的 你对你的螃蟹很有信心喔 也有信心 但是你一样甘地出来 你不甘地出来的信心好像信心 在金山长大的简胜封 说起话来接地气 直率又热情 岳父更是在地有名的老船长 陶海数十年 提供店里最新鲜的余货 只要一收到船要回港的消息 简胜封就要火速前往 好 现在已经快要半夜十二点了 那我们跟着简胜封来到这里 主要就是等着他岳父的 補蟹船即将到岸 哪一台 这台喔 这台是西湖 那一台是西湖 那一台是西湖 西湖 西湖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野柳的港口 我们跟着这个老板简胜封来这边 大概等了已经快半个小时 然后岳父的補蟹船现在 正在准备就是要上岸 那每天一年365天 不管天气如何 简胜封呢都会在这里 本着岳父的補蟹船回来 为了呢就是拿到最新的万里蟹 那十几个这里都要爆 螃蟹要上来了 虽然说等待螃蟹船回来 已经是例行公事 但是每一次看到岳父陶海 平安归来 简胜封还是会觉得很开心 这个就是刚刚船长 他说胜封出去三天才回来 对吧 大哥 对 很厉害 比较漂亮 比较丁 比较厉害 那你现在要怎么分 在这里分中大小 中大到大小都有 这差不多十十年了 大年有十公里左右 所以你去无法 你长到这么大 那算这大条 今天算大条 所以今天要算发红手吗 对... 以香香三点蟹 用人力传上岸 每只活力十足 挤得深艳的鱼杆好不热闹 简胜封在快手之中筛选品质 磨出硬度够的才是他要的螃蟹 你不要紧就紧这个腿顶顶了 这个材顶顶顶 这就比较好 螃蟹船大丰收 老船长出海一趟 带回来的就是属于万里蟹的 经济奇迹 那这样几年了 这样走多年了 十四个都要出了 是喔 我后面在那裡都... 我老婆就把他拖在拖上 九十十十一 有数在海上 风浪的时候 最好的螃蟹 各位的家庭 他自己拿 他自己拿 家庭有浪法 有点燥热吗 没有啦 这本纪好了 旺季的时候 螃蟹船一周 除去至少两三趟 带回两顿以上的螃蟹 这艘捕蟹船 历经海上岁月三十载 每次回航 就有满满的螃蟹搬不完 这样有点稳固 有点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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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 也是万里蟹 大家非常爱吃的 就是花蟹蟹 蟹蟹蟹 是蟹蟹蟹 是现在开始到时候 寒流来先吃蟹蟹蟹 蟹蟹蟹才饱满 第二批上岸的贵客 是老饕们 取之若鹜的花蟹 活套的程度 一样让人绝无惊艳 这大工的 要吃下去吃这个 如果要吃下去吃这个 弱的 要吃这个 蟹老板们除了展现活力 也常带给人意外的惊喜 成了陶海人的小确幸 挑选完数量和品质之后 接着就要把这些万里蟹 连夜送回店里 好 好 有的 走 好可怕 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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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你做奶油拿出来 要不要拿出来 对啊 但是要烤得烤 像这些海鱼 我都把它砌砌 砌砌完 我都把他砌砌 砌砌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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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系的对待海鲜 这样异于常人的想法 是因为捡身风的人生 和一般人不一样 十年前 他经历好几次鬼门关 曲折起伏之下 才发现啊 原来自己是被神明选为代言人 只是替起的他 一开始完全不当一回事 那是什么神明 做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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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也不你听了 好 那老师心声说 你不听就要担担他 我等你听了 我最低潮的顺路 坐游泳圈在插彩 过年要够拔掉 这样跪 坐游泳圈插彩 坐在台上跪到口 最优优 那时候筷子翘翘 老母人在那边砌砌 英国关系啦 他有帮我们看得到啦 不可逆天的天命 让简胜丰无法抗拒 必须透过服务众生 帮人问世消灾的同时 也化解掉自己的厄欲 就是普温宿啦 种福田啦 我们人有三大关嘛 钱关 夫妻关 生子关 我三个关都来 那时候真的阿不过来耶 很辛苦耶 这位老师跟这条状态 祝我三天 让我没有放弃我 天助也要自助 简胜丰开始慢慢接受 自己特殊的身份 改掉冲动鲁莽的个性 和坏习惯 说好话做好事 一方面展现自己 几十年的厨艺功夫 不只是万里蟹 任何料理几乎都难不倒他 虽然我没有什么特色 但是我说真的 最后都在食材了 三鸡 八仙鸡 大骨在烤的啦 很香耶 對 这高汤 还加海鲜 放到蜜蜜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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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蜜蜜蜜裡 吃海鱼 煮下去 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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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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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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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海鲜蜜黃火鍋 豐盛的海味看得见 浓郁的高汤 在秋冬时分喝起來更加享受 简胜丰炒菜的起手是俐落快速 尊重的神情就像是告诉大家 厨房就是他的主场 這個菜一般就很高 還要慢慢來 很好用 這真的是正經的 對我們 鹽雞啦 鹽雞啦 都鹽雞啦 來... 再吃 再吃 鸡肉比较鸡嘴 一般人的 包好吃 沒包生 鸡肉比较鸡肉 所以叫做鹽雞的 都很嫩啊 然後不會很有膩 然後很香 他不心就寄得到 不心就寄得到 跟大學一樣 三年月就像大學 像博士 因為我一直放棄 也沒想要做餐廳 吃雞你知道嗎 因為慢慢會有這麼多歲 要想說 創心也算不去淹 我們也是會繼續做啦 我46歲了 做阿公做48年了 沒看過啦 但是慢慢來煮頭天啊 腦中總有用不完的菜單 常說自己書都讀不好 的簡勝風 料理學分卻是拿到滿分 現在他最大的動力 就是孫子 也是他人生最大的福報 第四代 因為船長就是人家 所以要把我們家 拿錢給我們 本來沒有想要開 看著小孫子 簡勝風眼裡 近視溫柔的父愛 即使人生裡 還是有責任 要靠他一肩扛起 但是担子是重的 他的心卻是輕的 就像廚房沖起的 陣陣炊煙 繞香爐的前塵香火 一旦心踏實了 飄到哪裡都是家 人家沒有 我都沒有 蓋蓋蓋蓋蓋蓋 蓋蓋蓋蓋蓋 我是認真 在新竹的南寮漁港附近 有一家用GPS 你都找不到 非常隱密的海鮮餐廳 獨家菜色保證新鮮 像漁夫飯吃得到 滿滿的海味和焦香的鍋巴 當季的烏魚米粉湯 鮮甜滑口 其他像是桂花螃蟹 醋楼卵絲 都是外面吃不到的好口味 老闆吳興華喜歡釣魚 也做過幾年漁夫 也曾經代表台灣自行車隊 騎進奧運的比賽 他甚至還有一個神秘的身份 那就是黑貓中隊 烈士的遺父子 隨著歷史解密 吳興華在傷痛中找尋自我 在海味裡分享人生 一起來看看他的故事 我不能聽到 你這個東西不新鮮 不要羨慕 不要嫉妒 一切靠自己 一間離南寮宇港 五分鐘吃成的餐廳 前身是自家工廠 內部招惶復古混搭 平日的午後 人不乏牢套上門 十七年的海鮮餐廳 是老闆吳興華一手打造 巷弄裡的道地美食 我們招牌的海鮮飯 然後我們這鍋飯呢 當初我開店的時候想 因為開在巷子裡面 我們必須要有幾樣代表 當然先炒飯 然後海鮮料 然後這是我們獨家的麵料 然後也有客人他叫它叫做漁夫飯 外面吃不到的口味 把炒到入味的海鮮放在炒飯裡 淋上蛋液和配料後 再到爐火上乾燒 然後這個燒很重要 有的人他喜歡吃鍋巴 他們說這樣會特別香 燒到滋滋作響的包飯 鍋底的炒飯或者焦蝦 和新鮮海味互相融合 配上獨家醬料 鹹香四溢 口感絕佳 成為一脈長紅的闖食美味 在吳興華店裡沒有固定菜單 經典的菜色都是口而相傳 燒天的海味則是他堅持 親自到漁港挑選回來的 什麼 給我什麼 給我看看嗎 有 來來來來 這個是雞釣的 最棒的魚叫黑毛 它肉質非常的細 就完全是碰雲器的 有時候不一定有 對 不一定有 平常都會幾點來採嗎 大概九點多吧 九點多 所以我們這邊是南寮 對 南寮魚市場 今天是吹十一級風 然後今天那個船沒有辦法出去 我們就只能在這邊 在開餐廳之前 吳興華做了四年的漁夫 自己有漁船釣魚 對各種海鮮的認識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漁獲新不新鮮 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然後我們現在挑花蟹 這很大是不是 挑的時候一定要挑這種紅脸 這種紅脸的 這紅脸代表它裡面的肉質 是非常的飽滿 而且非常的鮮甜 這是他們家自己的船抓的 這是昨天回來的 昨天晚上到的 越多越好 其貨可居 一開船就抓這一些而已 還有裡面那一些 包店真的很爽 市場的各家漁飯 都是吳興華當漁夫時 一起釣魚的夥伴 開餐廳之後 當年的釣友 變成了提供漁獲的最佳選擇 各種魚類 花枝 龍蝦 任君選購 看到我都很開心 等一下要算先給他 聽不住 十幾年來幾乎天天來採賣 逢雨無阻 吳興華從與大海結緣到開餐廳 那些逃海為生的日子 現在想起來還是驚異有心 那時候海巷很好 漁獲也多 然後一次掉回來 大概一天這樣單趟這樣出去 大概有 一萬多或兩萬多塊的魚 我在海裡面擦點陣亡三次 還好命都很大 浪又大 風又吹 整台船擦到海 擦到一半擦到海裡面 然後浮起來 一定要有魚 我們今天才會有錢 因為當年有很多 從台北或台中來的海鮮餐廳 他們很喜歡我們釣的魚 後來我師傅才會跟我講說 在這邊自己開 因為我們看到都是第一手的魚 釣回來就是這麼新鮮 網子上來就是這麼好 那個是很楚觀的印象 鼓勤勇氣在魚港的巷弄裡開餐廳 有時連GPS也導航不到 但無心話就是靠著 最新鮮的魚貨和料理 成為內行人才知道的地方 我40歲開這家店 然後今年56歲了 因為客人都講我這邊叫魚屋的店 像目前這樣看到 就已經有大概有10種魚了吧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的名詞 整客人來點就活的啊 從魚港買回來的魚貨 會立刻放在冰箱保鮮 活到的螃蟹和龍蝦 則會放在海水蘸養池裡 這些海鮮就是五星華 今日的菜單 漁夫的兒子雖然不買魚 但卻包辦廚房裡的大小事 對老爸買回來的海鮮 都能快速上菜 從20歲退股到現在我30歲 差不多八九年 就把每個師傅的手藝學起來 就變自己了 炒桂花 螃蟹 把蛋先入鍋炒之後 再加入各種蔬菜配料 最後放入事先燒炸鍋的花蟹 再繼續翻炒 金黃色的蛋花就好似桂花般色澤 當季的蟹肉飽滿興致 長到鮮甜滿分的享受 吳興華負責采鮮 兒子吳東漢負責上菜 負責兩個思期直默契十足 而談起父親這個角色 吳興華竟和我們一樣 是從餐廳牆上的舊照片 認識自己的爸爸不在稀烈時 我很平凡 但是我從小有一個為國犧牲的爸爸 還有守著我56年的媽媽 我爸爸當年是最後一個... 飛行單位是黑貓中隊 就前幾年很... 很機密的一個中隊 大概十年前呢 這解密出來 我才知道說我父親 有這麼多的 一般人做不到的那個事情 他的飛機在台灣上空 訓練飛行的時候 飛機出了一點狀況 然後他又堅持要把飛機飛下來 然後他的機翼打到機場旁邊的電線桿 就這樣訓職 我父親是2月17號訓職 我是3... 隔月的3月31號生出來的 父親32歲就離世 吳興華打從出生就沒看過父親 對爸爸這個角色幾乎陌生 而隨著時代解密當年的行動公諸於世 父親種種的英勇事蹟 讓吳興華更為崇拜 在新竹市 也有一個學校在紀念我爸爸 用他的名字紀念他 走到哪裡 這是誰的兒子 我媽媽是一個很傳統的女性 但他對我父親那個愛 那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母親為父親手掛近60年用情置身 到現在看著父親的遺物 還未趕上落淚 而身為遺父子 吳興華內心更是百感交集 連見都沒有見過 就是全部看書本 口述 照片 然後他留下來的東西 至於形容自己想一個爸爸出來 這樣子 我在小時候我想過 前面那台車 我會希望前面那台車裡面 那一個人是我爸爸 這東西是假的 我爸爸突然出現在 出現在老家這樣子 然後看著別人同學的爸爸 就覺得很羨慕他們 他們有爸爸 我讀國中的時候我想要考飛官 結果我媳婦的爺爺 跑來說 千萬你一定不能去跟我開飛機 我還記得他問我一句話 你知道開飛機多危險嗎 有個身分特殊的爸爸 吳興華的骨子裡 似乎也遺傳了父親的志氣 不管是做生意 做漁夫 甚至還苦練單車技術 一舉起進奧運隊 成為1988年 漢城奧運自由車培訓隊員 對吳興華而言 他盡力地表演好 生命裡面一個角色 直到結婚生子中年創業 但開在商弄的餐廳 起初營業時也是八人問津 開了以後大概很無聊的半年吧 很無聊就偶爾一天來個 一組客人啊 或兩組客人這樣子 就吃老本啊 說真的到今天 連我媽媽都不相信說 她大概在三年間跟我講說 她不相信說這邊的生意 會有這麼多客人進來 她認為是一個奇蹟 其實我們這邊的菜 我是比較趨向 比較海口味 漁民在船上或在家裡 你不是奇怪 這個東西怎麼可以這樣處 但是又很好吃 又很簡單 訴求這一塊 堅持漁村的海味 吳興華整整熬的三年店裡的生意 才慢慢有起策 兒子吳宗翰的手藝越來越純熟 就來來回回 其實都差不多那幾樣吧 可是就是桌宿多 或搬桌的時候會比較累一點的 就坐到起床沒辦法走路 一直在 對啊 剛剛介紹的海鮮飯啊 米粉湯啊 醋溜那些 對 對... 然後有烏醋 白醋跟糖 就這樣子 各調的醋溜醬 已經在現炸的軟絲上 酸甜可口 裹著薄粉的軟絲 吃起來香酥Q嫩 搭配醋溜口味 讓人以吃挺得下來 而用烏魚做成的烏魚米粉湯 也是招牌菜之一 這個世界菜有的烏魚 油脂豐厚 豆脂成熟 吳興華會把本來的白帶魚 改成烏魚 米粉湯裡還會肆意 越熬越濃 多關懷自己的小孩 對 就像打比方是 父親給我的 然後我給他們這樣子 做傳承給他們 但是一樣不要學壞 因為你們的爺爺是誰 跟我的壓力是一樣 我的爸爸是誰 你們的爺爺是誰 將近一甲子的時光過去了 國防部 國家軍事博物館 也為父親五在西烈市 舉行門路捐贈 福興華最終只留了一件 父親飛行的衣服在身邊 對他而言 現在的日子所有盡頭 堅持著老店的鮮味 把客人當成家人 他走出一條大時代背景下 不同的路 只要有客人他認為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他是滿意的 而且會很誇獎 我都會忘掉那些痛苦的事情 有時候要跟他想什麼 下輩子我還當他二次就好 這樣我就看得到 每年秋天正是萬里蟹盛產的季節 在金山有一家螃蟹粥 用的螃蟹正是當季新鮮的萬里蟹 滿滿一大碗還加進了蝦子 蛤蜊 淡菜跟小卷等等 料多又實在 而螃蟹粥的達人蔡宜凱 他原本是一位 年薪將近百萬的核四工程師 就是什麼原因 讓他甘願回到了金山老家 做起了小等生意 一起來看看 每年秋風起 正是萬里蟹最成熟肥美的時刻 屏著風浪出海三天的補蟹船 滿載而歸 蟹將軍來勢洶洶 上百隻活跳跳 張牙舞爪的野生螃蟹 漁民得快手奔淚 趕在第一時間裝箱出貨 這有兩隻蟹 不知道 這都是蟹 秋蟹肥了 漁民笑了 北海岸出產的萬里蟹 不論肉質和風味 都和一般的養殖螃蟹很不一樣 滿船的豐收吸引了螃蟹舟達人 蔡宜凱急忙來搶購 這隻蟹很棒 今天這樣抓幾斤 將近快一千 快一千 這樣大條 大條 還沒進行進行 我就開始 他出海的時候 我就開始 羅民連環庫 當時要回來 當時要回來 知道要回來的之前 我就要先來工廳 先來等他這樣 這個你看 對 這個裡面 都看得到他的蛋 對 這個品質就都很好 這個用來煮粥是極品 來 現在要煮一碗紅群粥 接下來是一碗海鮮粥 海鮮拉麵 一到用餐時間 蔡宜凱的餐廳 就擠滿了機場碌碌的客人 看一下有沒有位置 來 那我們跟人家並坐可以嗎 客人他可能吃一碗粥 要等上半個鐘頭 一個鐘頭他還是等 因為我們就是 每一個新鮮蟹粥 想吃就得耐心等 為了確保每一碗粥 都能熱騰騰的送到客人手裡 他一愷堅持 一鍋一鍋分開煮 充滿誠意的螃蟹粥 把整隻三點蟹丟下鍋 和米飯一起熬煮 散發出自然的鮮味 肥美的蟹肉 有著飽滿濃郁的蟹黃 配上新鮮蝦子 小卷 蛤蜊 淡菜等等的海鮮 把來自大海的鮮甜 全都濃縮在這碗粥裡 真的很新鮮很好吃 有鮮撈的感覺 我特地從林口來 他們家的海鮮都真的超好吃 很親民啊 我覺得這種價錢到外面 其實很少有 我覺得老闆算還滿大氣的 用料大方的螃蟹粥 靈魂湯頭是絕對少不了的 這一家配角 蔡依凱準備高湯時 除了加入雞骨和洋蔥 還一定會多加這一味 我們湯頭就是裡面 有多加的這個黃金蟹 黃金蟹就是有心嘛 就是女兒吃這個 喝我們的湯 我喝下去拼拼了 下重本加入花蓮黃金蟹 替湯頭增色不少 煮出來的霸氣螃蟹拉麵 真是鮮上加鮮 花蟹肉質細緻 帶有甜味 麵條吸附了海鮮精華 美味自然 不在話下 我覺得它的口味還滿特別的 跟一般那個吃的海鮮 拉麵不太一樣 第一次來到金山 然後來到這家店 我覺得有一點 物超所值的感覺 另外讓人物超所值的 還有著整隻的炸螃蟹 阿里里外外炸到酥脆金黃 蟹肉依舊細緻鮮美 新鮮的海魚 魚肉細緻 油脂豐魚 這令人垂涎的大海風味 全是剛從漁船卸下的新鮮貨 鳳哥 餐料有嗎 有啦 阿祖哥今天餐什麼魚 我們介紹一下 北口到北大 北口到北大 對啊 金山靠海 擁有豐沛的漁獲資源 蔡宜凱每天 除了採購大量的螃蟹之外 也必定會到黃港漁港 挑選海鮮食材 勤泡漁港 就像走自家廚房一樣 我們自小的時候 都在這麼大 對啊 好像走廚房 小時候爺爺就是差不多 都是這樣 這個時間 就出海 然後到凌晨才回來 這樣子 原來蔡宜凱的爺爺是陶海人 每次出海帶回來滿船的漁獲 都是蔡宜凱小時候最愛的玩具 漁港搭起了祖孫兩人濃厚的情感 但隨著爺爺年紀增長 身體每況愈下 孝順的蔡宜凱在五年前 做了一個重大決定 為了能有更多的時間陪伴照顧爺爺 他毅然辭去年薪近百萬的核四工程師工作 放棄高薪 回到了金山 想要照顧爺爺的一片心 卻面臨現實的殘酷考驗 核四工程師的高薪背景 要在金山找到同樣待遇的工作 真是難上加難 因此蔡宜凱決定做起小本生意 做生意的話是只要你肯做的話 人家說去北方走久了 就是你的這樣子 應該是生活就無語了 不會咬到人 你說要好走沒辦法 他透過他透過太太劉雅薇的介紹 向台中大坑魚丸博學做魚丸湯 開始賣起一碗十元的銅斑小吃 終於讓他在金山有了立足之地 一天可以賺進好幾千塊 好不容易站穩了腳步 但人算不如天算 擺攤的地點卻遇到政府拆遷 養家湖口的一份薪水被迫中斷 它是水利地 然後它上面蓋的那個東西 其實是不合法的 政府把那塊地收回去 所以整個那時候搭的那個小木 全部都被拆掉拆遷 對我們來說是很突然 會有一點不知道怎麼辦這樣子 我們只知道說 我們還要再繼續努力的往前 夫妻倆心灰意冷 但為了生計只能繼續往前 於是換了地點改賣起關東煮 但上門的客人卻是寥寥無幾 每天做的都是賠本生意 他有跟我講說他會一直支持 一直撐下去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聽到他說 他用撐這個字來形容那個 這個失業的時候 我就會問他說 為什麼要撐下去呢 那他給我的答案是覺得說 他不想要輸 那他不想要像這個 命運低頭 正當心理在思索要放棄時 蔡依凱想起自己和太太 都相當愛吃海鮮 加上每年秋天地處北海岸 又是萬里蟹盛產的季節 賣螃蟹粥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吧 但付諸行動需要的是勇氣 加哥 今天... 現在有嗎 一開始是被當成就是 你是要做什麼 所以覺得就是說 你不要來炒 對啊 沒用了 其實你要融入他們這個團體 是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他們就很清楚的知道 你是外行人 那就很清楚的知道你不懂 對 然後他們也會有一個心態是說 我告訴你 我嘴巴就打擾 然後告訴你 你的東西就親了 對啊 你買我們這東西最好啊 金山就是眾人情味 那我們就是 琴跑啊 對 然後請跟人家就是 保感情這樣子 人家就自然而然會把就是 就是 把他的心也交出來給你 只要用心做任何事就不成困難 蔡依凱和劉雅薇 靠著用料澎湃的螃蟹粥 挽回頹市 隨著口碑相傳 生意越做越好 我們如果沒有經歷那樣子的辛苦 我們不會有今天這樣 真的是過去的辛苦給我們 讓我們去做了很多的功課 如今這份事業 是夫妻倆一同打拼的成果 蔡依凱多麼希望 現在這一切 爺爺有機會看得到 因為早在三年多前 爺爺不幸病倒過世了 現在好不容易有了一番成就 卻再也無法 與最疼愛他的爺爺一起分享 當夫婦坐魚碗的時候 回去啊 因為都是十塊十塊嘛 都是一代一代的 十塊藍山啊 零錢啊 阿公回去 哇大條啊大條啊 因為我的錢都是阿公在幫我算的 就是一直覺得沒有機會 讓他看到我現在的事業的成就 對啊 就是一直覺得很想要讓他老人家能夠 就是說 就是在看我說 我給他大條啊 忍不住 留下了男兒淚 蔡依凱現在要把對爺爺的思念 轉化成前進的動力 歷經幾次創業波折 如今的他知足 感恩這一切得來不易 哇 都掉了啦 抓回去爸爸煮給你吃好不好 現在就算再忙 再累也要陪伴孩子一起成長 因為對蔡依凱來說 親情才是這世上最單純可貴的美好 或許未來還有許多困難要面對 但為了家人 蔡依凱讓自己的肩膀變得更加厚實 靠著用心和誠意 守住了自己剛起步的事業 也撐起了一個家 在台中豐原 有一家鐵皮屋的深夜食堂 裡頭賣的是各種海鮮本湯 米飯吸附飽滿湯汁粒粒分明 白蝦小卷螃蟹生蠔鮑魚 客製化想要吃什麼都可以加 老闆何冠德從夜市餐車幾家 一泡而紅的龍蝦粥 曾經締造一個晚上就賣了200碗的紀錄 它用海瓜籽扇貝製作獨門的澄清湯 跟龍蝦膏熬煮出無敵的金黃色 濃郁鮮甜 這樣的美味讓客人 追著何冠德的餐車跑遍台中 這是龍蝦粥的 對 它要超多的 很大隻的龍蝦粥 所以才過來這裡 過來這裡 對啊 這個湯很濃 因為它可能是蝦膏 就是有融在裡面 所以就非常入味 湯喝下去的時候 發覺很濃郁 真的很濃 暫時這樣煮還滿酷的 要不是親眼見證 真的不敢相信可以這樣吃龍蝦 人人桌上一碗龍蝦粥 干貝 蛤蜊 白蝦 小卷 螃蟹 生蠔 鮑魚 扇貝 松葉蟹肉 想吃什麼都可以加 一整隻的大龍蝦 肉質Q彈 養下去幾乎要爆汁 在台中風源 號稱要被龍蝦淹沒的海鮮粥 除了霸氣 找不到第二個形容詞 因為那個時候在市面上 有很多海鮮粥 我去跟人家拚這個天下 東西都特別不一樣 要做就做高檔 對 做創始者 做跟人家不同的 所以我最快的速度是 五點營業 五點半結束 真的假的 真經煮到懷疑人生啊 就四鍋這樣子 四輪這樣子 對 四輪 然後客人後面就 就像裡面一樣 做得滿滿的 告訴他說 不要再等了 要再等 要四個小時不要等 曾經半小時就完秀 這生意好到無人能及 在餐車上俐落 煮的粥的是老闆何冠德 賣海鮮粥堪稱 風源深夜美食第一把交椅 他很敢賣 客人也很敢吃 高檔海鮮食材全入粥 但何冠德煮的龍蝦粥 不是噱頭 而是實實在在的真功夫 給龍蝦洗三溫網 一般我現在這個動作 外面是都沒有在做的 我們都先讓牠靜靜的 對 這個動作 因為龍蝦基本上 牠是雜食性的動作 然後洗乾淨 對 那我本身比較龜毛一點 最新我都不一樣 牠膏裡面有角色 等一下那個湯就不會變黃色的 黃色成的顏色就不一樣有沒有 這跟牠那個蝦膏的成熟度有關係 四如其開 金黃湯色超級誘人 大尾龍蝦在高湯裡滾動 人生追求的不就是這個美味嗎 各種海鮮完全客製化 想吃什麼老闆都可以加給你 看似生米的飯其實早已熟透 糾緊鍋中熬煮 類似南部的飯湯 也讓何冠德的豬更有特色 就是比較粒粒粉 就是沒有很醜 就是鹹殼 每個都很搭坑 吃我的東西要有原分 只要一擺上了 我沒有鍋子 我就沒有辦法煮它的 如果不能等的話 那就明天再來囉 放原分對不對 對 當邊的人都知道這個東西 這種鍋它可以吃到最多 可以吃到六人份 在小小三車上熬出的是 澎湃滿罐的海鮮 有個新的老闆超熱情 面對老客人 甚至還會出動臉痕來裝粥 爽客龍蝦鮮度破板 米粒吸附湯汁口感分明 許多海鮮粥粉 從五年前開始 追著何冠德的餐車跑 那麼瘋狂不是沒有原因 要在豐原能吃到 和海邊零距離的海鮮 何冠德確實做了不少功課 一路在親自選貨中 慢慢摸索 幫我挑個一個木頂規口 要規格龍蝦 這是印尼的小鮮王 這大概五個 這隻的話是接近300克 那就直接訂個20隻 20-30隻左右 一次喔 一次喔 其實我們都會晚上的時候 我們都會丟一些貝類 或是生蠔類的東西 讓牠會 讓牠保持牠的活力是最好的 一開始就 補完那一隻那一隻那一隻 就這樣子買了 然後回去自己在印尼的 對… 回去再看牠怎麼處理 然後後面就… 就開始不懂就問啊 就找老闆問啊 這一隻的話 差不多兩…三斤左右 太小吃牠沒有肉啊 可是要調厚一點的 像這樣厚實一點牠有肉的啊 龍蝦 帝王蟹 麻煮淡菜 大白隔 全部都可以入周 何冠德對食材不手軟 不跳直送 接著該清洗的 該對切的 都要搶先趕快處理好 再急速冷凍 可是真正的海鮮粥 它是不靠調味料的 像我們這邊就不放鹽巴 不放米酒 不放味精 不放雞精粉什麼都不放 就單純就是海鮮 我們的湯有名字耶 叫做清澈湯啊 用清澈透明的湯來煮粥 在加入海鮮食材後 越熬越發鮮美 何冠德研究很久 才悟出其中原理 這是扇貝 所以你現在是用的是湯頭 對 他一定要用這種小籃子 他沒有辦法一次用 直接把它往下面丟 湯的顏色已經出來了 我們要的是它的味道 僅僅只用扇貝和海瓜籽 汆燙的成青湯 這完全顛覆了眾人的想像 何冠德也曾經用很多的食材 不太費時來熬湯 卻忘了海鮮食材 最重要的就是原味 這湯底問世之後 就成了他打遍台中 無敵手的秘密武器 沒有辦法啦 以前是工作我沒有做 他沒有辦法做啦 做這個都是要一對手啦 沒有一對手沒有辦法做啦 回顧一碗海鮮粥 五味雜成是人生的滋味 本來是傳統上班族的何冠德 五年前無預警遇上公司裁員 安穩的生活以期變調 想要創業賣吃的 身邊卻沒有一個人看好 我們家人沒有生氣朋友 沒有一個支持我的 沒有一個支持我的 全部都反對 我菜刀不會拿 我不會煮菜 我連挑菜都不會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個行業 偶然機會我們到了那個 那個雲林 我朋友她阿嬤煮了一個那個 鯊魚粥 就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到後面就變成了海鮮粥 那你那時候的概念就是殘車 沒有小店名的 沒有 單純就是殘車 起初開著小發財車 在台中各地賣海鮮粥 憑著吸睛澎湃的龍蝦粥 慢慢累積客源 口耳相傳之下一起爆紅 生意好到連何關得 自己都不敢相信 最高紀錄一天 一個月通常都是在 每一天都在一百三十幾晚上 讓我最感到訝異的是 居然有客人在我的後面 他開車車追著我後面 我到電影的時候說 你有什麼事嗎 阿板 你怎麼說 因為我要吃多了 今室友的小店名 何慣得依然堅持在殘車上賣粥 除了另一手海鮮味 他更突發奇想 做出了外面沒有的蟹餅和魚餅 我吃了很多魚 所以其實魚它比較適合做炸的 一般我們叫外酥內軟 炸下去把它燙那個 螃蟹跟魚肉更明顯 對... 炸過的魚餅蟹餅整隻超吸睛 酥脆口感帶著豐富海味 軟嫩的那一層是 越嚼越香 何慣得用滿滿創意 倒著海鮮 扭轉了自己的人生 那這是我最大動力就是我媽媽 然後我愛你 海鮮宇舟的對味 加了一點生命中的 三年滾阿 成就澎湃浮誇 需要更多的是腳踏實地 滋味方能越好越鮮甜 新北板橋有一間CP值超高的鐵板燒 在這裡可以吃到鮑魚龍蝦等高級的食材好料 老闆范凱成曾經當過頂級鐵板燒的餐廳主廚 還被挖腳到對岸管理六家餐廳 就在他人生最得意的時候 卻被合作夥伴一腳給踢開 他一無所有的回到台灣 試圖東山再起 沒想到卻遇到了瓦斯氣爆全身灼傷 他是如何挺過這一切的呢 一起來看看他的故事 上面大概三四百塊就可以吃到外面大概六七百塊的 東西CP值超高的 可以用非常少的價錢吃到很好的東西 每到用餐時間 這裡總是聚集了許多濤客 不論是生鮮的鮑魚 還是高檔的龍蝦 上流鐵板燒的美味 在這裡只要付出千元不到的代價 我一定要讓客人看到我的海鮮 放在鐵板上的時候還會動 這好漂亮 這代表龍蝦夠新鮮才有辦法煎出這個顏色 新鮮就是王道 店裡的海鮮都是客人點了之後 才從水族箱裡當場撈起 加拿大波士頓龍蝦特別愛吃綠藻 所以有著跟傳統橘色不一樣的綠色蝦膏 你有第一次吃到這個蝦膏是綠色對不對 對 滿特別的 我以前印象都是紅色的 這個蝦膏非常的多 但吃起來很濃郁 沒想到這麼便宜的價格 居然可以吃到這麼高檔的龍蝦餐 讓客人讚不絕口的鐵板料理 出自眼前這位看起來憨實的范凱誠 他曾是高檔老字號鐵板料理店的主廚 為了打破平價鐵板燒 只能吃到黑胡椒醬 以及大量豆芽菜的刻板印象 他總是很用心的到市場挑好料 你哪有玫瑰 很多客人都不懂這是什麼龍蝦 所以我們賣起來很辛苦 這個肉非常好吃 它叫做玫瑰龍蝦 有人說錦繡龍蝦是龍蝦界的法拉利 對 那我覺得這最起碼 是龍蝦界的飽食節 你看它的肉 有沒有 整個都很薄 真的嗎 飯凱誠挑海鮮非常的嚴格 就是希望能夠盡量滿足客人 我都喜歡跟客人講說 不是我會煮 是食材新鮮 我只是負責把東西煮熟而已 那個蟹高蟹 我那騙不了人 那個高吃起來會香 像那種外裡蟹或三點蟹 那種肉很少 吃起來完全不過癮 這個一扒開 裡面都是滿滿的蟹肉 然後讓你吃到新鮮食材 它該有的味道 而不是調味過條的嚴重味道 因為食材相當新鮮 所以不需要過多的調味 只要靠少許的鹽巴 以及一些的胡椒 帶出老饕牛排的原味香氣 如果客人敢吃生的話 我都會建議裡面剛好有熱 那個熟度還是最剛好 大約是四到五分 外面應該評價牛排 要吃老饕牛排應該不太可能 外出那種 吃起來口感非常的好 吃過這一間之後 像其他的就 其實就回不去了 現在我水果渣辣 現在換水果渣辣 一人吃兩隻 但是頂級鐵板燒師傅 要掌握的不僅僅是火候跟食材 還得要掌握客人的心 也要Hold住全場的能力 別看范凱成當起廚師 架勢十足 其實走進這一行 並非他的人生規劃 因為父親當年生意失敗 父母離異 讓他一度學壞 直到右手幾乎被砍斷 他才大夢初醒 我印象中開刀開了大概九個小時 總共縫合了兩百多針 為了幫助家計 他去當學徒 也把每一個基本功做好做滿 天啊 你要一顆一顆蛋去剪喔 對啊 我們這個都是全手工的 我們不像外面有一些 會買那個割蛋器回來 那只是一個容器而已 就是因為只是一個容器而已 我們要更用心的去把它剪好 方凱成說自己很龜毛 每一顆蛋殼都要做到 像是機器切出來的一樣 才允許放進松露 倒入蛋液 放入匈牙利鵝肝醬跟德國魚子醬 美味多了份進口的精緻 卻百元有找 我來兩次 那我兩次都是 分別這樣吃 然後它下面那一層蒸 但它其實底部也會有那個魚子醬 然後吃起來是滿有層次感的 然後會吃到那個魚子醬 啵啵啵的感覺 因為用心 美味總是能吸引韜客來嘗鮮 對范凱成來說 最直接的感動 就是以前曾拒絕他服務的客人 也被他的好手藝打動 成為中粉 會指你要我煮 也會願意給所謂的消費 所以自信心就大增 第一次如果他願意讓我煮的話 那我成就感還要來得高 因為我曾經被他踩在地上過 然後現在他這樣願意給我機會 讓他從頭到尾幫他服務 因為持續不斷的努力 范凱成人生開始向搭順風車 很快的升到副主廚 不到一年就被挖腳到大陸 在那個時候一直以為是到 大陸那邊去當鐵板燒的師傅 是直到我看到公司配給我的車 跟司機的時候 我當下才知道 原來那間飯店請我過去 是當那間鐵板燒餐廳的行政主廚 能力受到公司的賞識 范凱成的手上最多同時管理六家餐廳 人生最巔峰時他才二十五歲 你的年中大概將近有 一百五十萬台幣左右 我印象中是一個垃圾袋 裝得滿滿的 然後我書 我房間裡面有書桌 書桌裡面的抽屜 那些錢都塞不下去 從那個時候就覺得 哇 錢怎麼那麼好賺 錢才來得容易 少年得志的范凱成 開始迷失自己 每天夜夜聲歌 酒池肉鱗 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 他最看重的金主 因為要求他增資不成 竟然直接翻臉叫他走人 曾經志得意滿的他 最後卻是一無所有的離開 他也因此灰心喪志 最後是媽媽提醒他 自己還有一身苦學的功夫 千萬別忘了初心 我覺得人不能忘記當初的自己 我必須得重新蹲下 那我才有辦法能讓那些師傅 再接受我 因為我們鐵板炒菜炒後面 會黑黑的 跟那些師傅講說 不好意思 我來就好 為了讓范凱成找回料理的熱情 老婆也鼓勵他自己開店 他們用有限的資金 頂下早餐店 曾經是讓四個客人 就可以吃掉16萬的頂級鐵板燒師傅 變成開始用小小的早餐煎台 做起銅板架的鐵板料理 有時候看到他背影 說真的蠻能夠的 會覺得就是 明明你可以是 站在那種大鐵板前面 服務大老闆級 現在就委屈做在那種小煎台上面 要放下身段 重新開始彈何容易 這時候老天爺 又給了他一個考驗 一場氣爆閃燃意外 讓他再度體驗生死交官的驚險 被火噴到的那一剎那 人生跑馬燈就出現了 青創的過程當中 我那時候就能體會到 像之前我們看 八仙城報的新聞的時候 我們就能體會那傷者 他們有多痛 表面那層皮已經不見 你完全是我們的肉 暴露在空氣當中那種感覺 水泡總的大概是我現在的 手的差不多三四倍大 整個就是像一顆球 在上面這樣子 那時候全身就一直發抖 一直發抖 面對意外 范凱誠差點走不出去 後來因為女兒的報道 才讓他逐漸展開笑顏 對於人生他也有不同的體悟 我已經被刀砍過 又被火燒過 有時候跟我老婆開玩笑 好像只是沒有被槍打過而已 其實有時候人生不用去 說一定要多好 跟家人啊 自己的兒子女兒 跟老婆跟媽媽相處的時候 那種東西才是比較珍貴 鵝肉丹給你 我看他們丹得很無聊 沒有我們雞排真的好吃 煎台上的雞肉 經過范凱誠的巧手廚藝 表皮金黃酥脆 輕輕一壓 肉汁鮮嫩看得見 好吃到怎麼讓客人 甘願等上一個半小時 像外面的話就是柴柴的硬硬的 吃下去的感覺是很juicy的感覺 酥脆香甜可口 這裡的每樣東西 都保留頂級鐵板燒餐廳的做法 價格卻只有三分之一 像這一碗百元不到的湯 最貴的還不是日本山藥 而是干貝絲 你逛那干貝絲就嚇死人了 三年前一斤兩千雞到今年一公斤四千三 我也曾經試過用大陸的干貝絲啊 那個完全不行 做工程耶 因為這個湯真的很特別 我一直很希望客人可以喝到這個湯 走過人生大起大落 范凱誠學會了謙卑跟珍惜 也找回了那一顆最單純的赤子之心 在新北中和的新南夜市 有一家超人氣的海鮮小吃店 老闆用料非常的豪邁 招牌的小卷麵 數十隻小卷呢 這量啊多到快看不見下面的乾麵了 一碗只要百來圓就可以吃到 另外爆量系的蛤蜊麵 三十多顆蛤蜊吃來飽滿鮮甜 絕對要提前預約才能吃到 然而小店背後 卻有著令人疼惜的故事 老闆娘佩琪罹患了腎上腺癌 常年醫院夜市兩邊跑 孝順的三個女人就在店裡面 端菜洗碗 就算辛苦也從不喊累 令人看了相當心疼 老闆娘真是大方 我們每次吃了也吃到晚了 她一直問我們好不好 飽不飽 然後常常就會上兩三樣 來招待我們大家 以我的年紀 我不能吃太多 因為我本身有痛風啦 這不能吃太多 所以說我們吃是淨盒 四盒子而已 對 但重點真的東西 新鮮 好吃又美味 即便痛風 都要大口品嘗的爆量級海鮮乾麵 有數十隻小卷堆成的小卷沙茶拌麵 浮誇系蛤蟆鍋燒麵 讓海鮮控膨然心動的蚵仔沙茶拌麵 還有地表最強 擺滿數十種海鮮的鮮美龍蝦粥 每一碗都只要擺來圓就能吃得到 難怪客人一吃就是好幾年 七千好吃啊 又便宜了 來一年來二三十四 去餐廳吃一次可以 這邊吃三次 平時就人非常多 在這裡在我們夜市裡面呢 是非常好的一個平價美食 大家都很喜歡 夜市裡狹小的海鮮小吃店 擠滿了滿滿的饕客 雖說環境喧鬧分雜 但這就是小店引人入勝的獨特魅力 很累 你怎麼辦 就為了生活也是要做啊 不能放棄 對 不能放棄 對 不能放棄 好不容易才有今天 珮琪在鍋爐前忙著接單炒料 根本無暇提下找不喘息 十多年前她和丈夫大道哥 辛苦帶著三個孩子 遠從嘉義北漂到台北生活 夫妻倆就靠著賣海鮮 開啟了夜市人生 它這個叫做排卷 如果再講的話它是排卷 因為我拿會比較便宜的 那如果在外面的話 一公斤應該三百塊也跑不了 但是我賣高花拌麵 我做一百五 靠著大量進貨壓低成本 配其的爆量級海鮮 能賣得比餐廳還便宜 一方面是和漁船叫貨 拿到成本價 另一方面則是夫妻倆 懂得降價讓利 和客人擲乾淨的身材之道 一百五的賣多少錢 一百五而已啊 那成本價呢 這樣賺錢的話 應該要一百餐跑不掉 所以賺二十塊 對 你只賺二十塊 對 來 你賺小一點 你東西新鮮啊 你有收編商品可以賣啊 對啊 然後人家會抱別人啊 你又不是每樣東西都只賺二十三匙 十塊錢 甘願犧牲利潤 都要滿足客人口譽 聽起來 有一點不像是生意人的做法 但夫妻倆卻很捨得花成本 不怕客人吃 光看這一盤超吸金的小卷沙茶拌麵 滿滿的小卷就知道配其給料超有誠意 尺寸超大的Q嫩小卷 吃上一口是滿滿的海味 配上乾麵濃郁的沙茶香氣 巧妙的和海鮮做了連結 吃來十分過癮 量非常多 非常的有味道 而且又鮮美 我非常想吃很多盤 但是因為愛於年齡 愛於保養 大概來我們就是潛藏即止的 一盤多就夠了 非常棒 連海鮮控都心服口服的爆量級乾麵 絕對少不了蚵仔沙茶拌麵 滿滿的現燙仙顆 每一顆都渾圓飽滿 吃來軟綿微Q 還不時飄出濃烈的鮮味 果真令人心悅沉浮 又大顆 又新鮮又好吃 反正你只要來吃 吃到吃過的人都知道 都蚵肉會咋子就醬了 地皮質怎麼樣 相當的好 我就剛剛講說色香味俱全嘛 而且食材又新鮮 配其的爆量系海鮮乾麵 就會在人潮熙攘 中和人的美食集散地 新南觀光夜市 他又妙食在 每晚都迎來追求者嘗鮮 雖說現在生意像是炉火上的烈焰 熱情洋溢 但回想剛開店生意門可羅雀 收入還一度斷吹 很慘 慘到曾經兩點開門 到晚上十二點賣二十五塊 那次讓我真的爆出 就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心中很渴望成功 但老天爺好像是沒有聽見 佩琪的心聲 開店沒多久 意外接二連三 健康也亮起了紅燈 腎上腺癌 前後應該八九年了 他就去腹疤然後轉移 就是醫生講了其實我也沒有 因為我一直不是一個很乖的病人 所以醫生其實也覺得 他能做的也就這樣子 我覺得我真的很有福報啊 我的家人很幸福 對 真的很幸福 上天刻意的安排 讓一家人只能默默承受 突如其來的沉痛打擊 我也很謝謝我老婆 因為他對我就是 包括我生病啊什麼的 他就不離不棄 然後我覺得我老公真的很偉大 雖說沒有得到上天的眷顧 但也從不願對自己的人生 我覺得我很快樂地活著 是因為我很滿足 是我很感恩 我很感恩老天爺給我的一切 包括現在活著的每一天 現在醫生一直認為說 我很危險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不要太勞累或者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人生了 或許人了一生 要走得崎嶇坎坷 才能看見更壯麗的風景 但對佩琪來說 只要家人平安 就是她最大的期望 現在她很愛惜和家人 聚在一起的每一天 店裡漁獲 夫妻倆很堅持 要給客人吃新鮮的 所以特別在店裡擺了水族箱 養殖活體的澳洲龍蝦 因為要自己養啊 自己養不用用冷凍的啊 對啊對啊 自己養用冷凍 然後新鮮都 客人都看得到 也不用怕 很多賣海鮮的人 客人就會第一句話先問你 新不新鮮 那你看到那麼活 你就不用再解釋我新不新鮮 鮮度百分百的爆量系龍蝦粥 分量多到快滿出碗外 擺來源的價格 一碗能夠兩個人分享 吃得到 濃厚的海鮮氣味 讓海鮮控捨不得推薦 龍蝦吃起來很新鮮 因為他們是現撈的 很新鮮而且肉感也不錯 非常的非常的實在 而且色香味拒絕 樣樣都到到大味 而且東西都好吃 食材又新鮮 現在回頭客變多了 小店生意也在意識裡 占有一席地位 現撈現做的快炒龍蝦 要做的織桌鮮美 下鍋爆炒就要合時間賽跑 大概應該是正常 就是十秒鐘以內要上來 為什麼不能超過十秒 因為它的肉質 它的肉質 那因為它已經炸過了 它鎖住那個湯汁的氣氛 很快地把它收乾的時候 它的食物甜度都在裡面 精準掌握火後 快炒出的爆炒龍蝦 已上桌噴發出濃濃香味 蝦肉經過大火熱炒 鎖住了肉汁 肉嫩緊實 還有淡淡的鍋氣焦香 我們常講的叫做QC 非常的美味 非常的香 非常好吃 雖然這一家店 隱身像弄煎 但是這樣 活得這麼多人來吃 就是因為口感好 價值好 氣皮質高 儘管小店有了知名度 但夫妻倆從沒有忘記 當初給客人吃飽吃好的初衷 像是熱賣的蛤蜊麵 配其特別挑選尺寸較大的 十寸半蛤蜊 給的量也從不計較 這樣每次都給幾顆給客人 30顆應該有吧 這樣會不會就是不夠賺 一定會 但是我一樣就是敢給 我跟你說 說得完全沒有賺 絕對是不可能 但是他的金額可能就是 做吃的人不會想要賺的錢 客人吃一碗就賺一碗的 百元蛤蜊鍋燒麵 爆量的蛤蜊數一數 二三十顆跑不掉 數量多到 好像是老闆怕你不夠吃 光看就令人滿意 還是肉多 又飽滿 新鮮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你看我吃一大盤 只用多少錢 就你看差不多一百多塊而已 對啊 只要一百塊 一百多而已 對啊 不到兩百啊 用料好 新鮮實在 怪不得客人心甘情願 跑到夜市大蛋海鮮大餐 現在沛淇和家人 緊緊守住小吃店 三個女兒也都在店裡 幫爸媽的忙 那女兒她就是配料 整理東西 對 然後包接客人算帳 那小朋友就是送菜 然後收碗盤 然後如果真的沒有碗 就趕快去把它洗起來 那這三個裡面誰最乖 誰最乖喔 真的都很乖 我三桌要兩份炒麵 然後二桌再一個花枝 一桌的龍蝦粥還沒有去 炒螃蟹也還沒有去 沛淇 忙碌的身影 完全忘記自己是抱病上場 她會這麼堅持親手下廚 除了掌握品質 另一方面是不想讓家人落魁 家人給了你這個機會 然後我一定要做好 然後我一直覺得堅持 可能不會成功 但是沒有堅持一定不會成功 因為我自己身體也不好 所以就 然後又常住院 所以就是客人常會說 來吃飯就要碰你 其實是我真的撐不住 因為很累 但是你不可能跟客人說那麼多啊 人生變幻莫測 沛淇好幾次和死神擦身而過 她早已看透生命的無常 現在她認真過好每一天 希望自己的一生 像是她親手做的海鮮小吃 能夠令人精彩回味 今夜就喝了 他們太早已喝了 散步 因為我不能夠 散步 你真過不讓火